大家好,我是林士比孔医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 今天如同标题所见 我要讲的是一个 如何以六九折入驻东极State营作的方法 关键字一,一六九折 还蛮好的折扣 关键字二,东极State 东极State这个我大概不用多做介绍了 因为忠实读者大概你们应该知道 我跟小黎是蛮喜欢东极State 这一个系列的旅馆 那它的特色其实就是它的房间里 不管大小 它几乎在每个房间里都有自己的洗衣机 洗脱风一体成型的 所以很多人去那个成就感 就是可以每天在自己房间里洗衣服 这样子 我每次去住东极State 然后把洗衣机造出来 大家反应都很热烈 那第二个是东极State 我早年住蛮多次 大概是在2016、17年那个左右吧 那时候我跟东极有认识人 然后他们有安排我去住他们的旅馆 那可是 我觉得东极State系列旅馆一切都好 那可是不好的就是它越来越贵了 特别是疫情之后 我觉得它就是因为蛮受欢迎的吧 那它就一路涨上来 大概疫情前 我觉得就是你每人 假如是两人入住 你要在一万以下能住到 请注意我指的是东京市区 那别的东极State 现在已经遍布全日本了 我想可能不会那么贵 哇那个要至少大概都要一万 那现在是已经恢复了吗 那个中间疫情是异常状况 我们不要理它 那可是现在当然又是恢复很贵的状况 所以像我这一年来 每次去啊 我当然偶尔也会考虑 要不要去住东极State 每次查一查价我就放弃了 因为好贵 相对比较贵 那它一切都好 我很喜欢它 可是我很久没有住了 那这一次大家应该记得 我上次才一集跟大家说 我终于很临时的 终于确定我寒假过年之前 会去一趟东京 那可是我就跟大家说 然后这个住宿可能就 凶多吉少了 因为这么接近的时候 可能很难订到比较划算的旅馆了 因为旅馆很多都有所谓的早鸟 东极State也有这样 东极State是什么 Early Bird 早几天之前可以几折 越晚定是越贵这样 越接近原价 那你的选择可能也比较少 那所以就正在我在找 我这次的安排是我 大概前五天会住在东京 然后后面几天去清几折 滑雪 那前面几天在东京 我就在找住宿嘛 这个时候这个完美型 很幽默 怎么会是完美型呢 完美型的小姐 他就跟我说 孔医师我们现在其实正有一个 他们跟东极集团合作的一个 期间限定的一个方案 然后他说好像蛮符合你的需求 你要不要看看 那我就来看 他这个叫做知己知己 我不是很确定这是什么意思 那知己知己的这个方案 那我研究了一下 我觉得还真的不错 不研究则已 一研究我就惊为天人了 我就马上问他 为什么东极会想推出这样子的方案 现在不是这个旅馆都很受欢迎 那个价钱节节上升 那为什么他们要推出这个相对比较划算的一种方案 很简单的说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类似就是先买一个线上固定价钱的住宿券 你可以把它想成蓝层精英 可是蓝层精英那个团购券 它是实体券 那可是这个就是电子的 线上的 你就是买一个plan 比方说我就买了三碗 买了五碗 然后你要在网站上把住宿换出来 其实概念就是这么简单 那他目前选择很少 他跟这个完美型合作的 就只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三碗四万八日币 一个是五碗七万三日币 你先不要嫌贵 因为这个一个券 一个package 他最多可以找一个人来住 所以其实你可以一个人住 那可是他最多可以两个人 所以当然我们最划算的都是两个人 来用这个package 那假如是不站床的小孩 那东极的旅馆通常是六岁 就很正常了 六岁以下跟着大人是可以不用站床 他我查过了 他六到十二应该都是要算人头 很正常的多半旅馆都是这样 那我们上次有提过一次 有一些旅馆六到十二岁 其实可以不站床 假如你家有这样子的小孩 其实你不一定适合 我今天讲的这个方案 你还不如去找 六到十二岁不站床的 那可能会更划算 这不是今天的topic 好那所以呢 假如我们买五碗七万三 那我刚刚说是两个人入住 那你除下来就相当于每人每碗 入住的价钱是七千三百日币 好那前面三碗的那个flame 就是八千日币的意思 你想想看 目前每人每碗七千三日币 你可以住到什么样的旅馆 七千三其实真的不错了耶 你们不觉得吗 十几年前 我帮这个Villa Fountain系流 写了一系列的文章的时候 当时它的价钱 大概一人就六千五 那后来它因为这个金融海啸 那个有一度降价到五千六千五等等 好后来当然长期又回到六千五 然后甚至又越来越贵 七千三真的没有很贵啊 特别是现在这个是疫情之后 只会越来越高 那我跟你讲 我通常查东京都内的 Tokyo State 大概都每人每碗平均要接近上万的 所以你可以最大的好处 就是你每人每碗就是定死了 你的住宿费就是七千三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订房的时候 你是最怕遇到假日 星期五六这个房价是最贵的 那可是这个好处就是只要在它的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现在开始有三晚五晚了 我们要去兑换出全日本的东极旅馆的分店 然后他们其实也有拉一些异业合作 像那个对不起我忽然卡住了 像什么也可以 Solaria吧 对像西铁的Solaria他们也有纳入 这个也是可以住的 可是主要当然还是冬极旗下的旅馆 全日本的 你知道冬极旗下其实有几个阶层的旅馆 有一些都市的商务旅馆 像是Ray 那像是比较高级的是Excel 卓越东极 那我说的这个Tokyo Stay 是比较适合多天宿 因为它房间里面有洗衣机 有mini kitchen 上次闹得很大 有一个网红在房间里煎牛肉的 就是这一间 那他故意找有mini kitchen的 就是这样的一间旅馆 比较适合长时间居住的 你可以在东京待个五天七天这样子的 那他当然在这个度假区 冬极也有他很多的resort 所有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些冬极的旅馆 都可以用每晚七千三住到 只要你能够在这个网站系统里 他是有空房的 就可以 那假如你去住到比较高级的 像是卓越系统 或是一些在 像是什么伊豆或是哪里 那些温泉旅馆 这个一定远远超过七千三这个价钱 一定划算 那很多人在问说 可是我怎么知道我想去的旅馆 想去的那一天 到底有没有我心仪的旅馆 那这个是目前这个系统最令人诟病的地方 那这整个package 我觉得他现在还只是在一个事半的阶段 所以他现在是写说 这个是一个限定方案 期间限定贩售 那目前他暂定是只卖到今年2014年的3月10号 然后最后入住日目前是暂定3月31号 所以今年赏英记的前段他就会结束了 那可是他会不会延长呢 我觉得那要看他现在收到的回馈 他在评估到底值不值得在对海外 特别是台湾人 就是推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类似会员制 我等一下讲日本 因为他们其实也有日文版的 那个规则更复杂 等一下我再讲 他们在考虑 是不是要针对外国人推广这个东西 那所以我现在还不能跟大家确认 这个东西 他们会不会持续经营下去 只能说如果反应好 像是我现在帮他们宣传 那这个假如很多人反应不错 有帮助到大家 大家都很喜欢 我想他是蛮有机会延长的 那我好希望他可以继续下去 那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 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吸引我 那他目前网站 我们先讲一个缺点 这个网站整体 他其实就是一个完美型 好像是类似帮他做的一个中文网站 全中文网站 那你需要免费注册一个会员 你进去之后 那就可以开始买这个三天或五天的package 那可是他现在有一个最令人不方便的地方 你一定要先买了package之后 他才会让你可以查到到底接下来的日子 哪一间旅馆有没有空房 这个是目前系统很为人诟病的地方 那他完美型的小姐跟我说他们会改 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改 就是他们希望以后可以做到就是加入会员 你其实就可以直接查到你想住的那天 有没有空房 哪一间旅馆 那确定有 那你赶快再去买package 可是目前很烦 目前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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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买了之后 你才能在那个网页里查到有没有空房 好那其实我也跟大家讲 假如你跟我这一次 你看我是下礼拜就要出发了 只剩不到一周了 那我是去东京 这样的人的话 我是跟你讲说 你其实不用担心没有房间 因为东京的Tokyo State实在太多分店了 所以我现在怎么查都还是有一堆分店 可以让我下礼拜连住五天 那连住五天有包括星期五星期六 房间是多的 那因为分店是多的 所以我觉得你只要是去像我一样 是去大都会的话 大概不用担心 没有房间可以订的窘境 大概不用了 除非我开始宣传 结果一堆人疯狂去买 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这种事 我猜可能不会了 大家自己参考一下 因为这么接近的时候 我相信多半的人其实住宿早就订了 只是假如你跟我一样 last minute 还想要订房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觉得是不用太担心 没有房 那可是呢 因为我刚刚说 假如你订比较高级的旅馆 然后郊区的旅馆 价钱原价 官网的原价应该是远高于这个7300的价钱 那这种旅馆通常会比较抢手 那当然就很难保证 它到底会不会有空房了 这个是很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完美型的小姐有跟我说 她说假如大家真的很担心买了 然后订不到 然后怎么样 她说可以问客服 可是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客服能怎么帮你 难道她要真的帮你说查 2月2号哪一间你想住的旅馆 还有没有空房吗 好像她也无法做到这样吧 好 那接下来我讲一下我自己这一次订房 我刚刚说六九折这是怎么办到的 那因为我的价钱就是一人一晚7300 那我我们家两只其实都国中高中了 都已经不是都早就是占人头了 所以因此我其实是买了两个五万的package 那我们只好就是两人两人入住各一间房间 就是一天晚上要住两间房 那你会说我想要住四人房 或是你家是三个人 我想入住三人房 好那又来了 那就是你不适合这个plan 其实日本四人房就是family room 真的很少了 那个旅馆 你通常都是要上网去特别订的 那这个我今天讲的又不适合你了 他没有办法付钱升级 他就是很死的 这个每晚7300 他每个旅馆提供的房型是固定的 那通常都是比较阳春的房型 比方说就是一个大床 我好像也很少看到twin 这个反正你点进去 你就知道他会说明他这个方案里 是给你什么样的房间 然后多大 那像DocuState他通常都会说 我们这个方案会保证你 一定房间里会有洗衣机 会有厨房 好那像我这次订的这个东吉银座 他其实是最小的房型 15平米 一张大床 大概就这样 那当然 他会有别的比较大的房间 或是twin 可是这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案订到了 这个是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的 那所以你想住每一个房间的时候 你可能都要看一下他房间的条件 然后你可能有注意到 他通常没有付早餐 那可是倒是他 你假如是用了这个 自己加入他的会员 那你在旅馆里面有再多的消费 凭他的会员证 他有一个电子会员证 你就出事 通常可以再打折 就比方说早餐就可以再九折等等 就是你需要的话 可以在另外在当场再订早餐 这是办得到的 好那再来 我就找 我在那五天 我有什么选择呢 我有蛮多选择的 像是在那个银座附近的山间 包括了东吉斯队竹地 银座 新桥 这个区域的三间 都可以让我连住五天 都还有空房 那当然还有很多什么 门前众丁 日本桥 然后 我上次住的东西树的那间 其实都有空房 所以其实选择还蛮多的 那这一次因为带小离去 那我的首选 当然就是住在银座 那我们跟这一间东吉斯队银座 其实有缘分的 我们是他刚刚开幕的第一天 我们就去住了 所以我帮他写一个简单的素薄记 然后我那天去 昨天去翻出来 我发现我还没有把它写完 那这次去正好可以补出 那我觉得他的那个位置很赞 因为他就离那个东银座站很近 可以坐这个浅草县 浅草县就直接从那个 雨田机场过来嘛 我记得那个出口 好像徒步两分钟就到旅馆了 很近 然后东银座这边 其实有很多好吃的嘛 花山乌龙面啊 义务蛋包饭啊 口水流下来 然后还有那个银座八五 都在这附近 就可以都带小梨去吃这样子 因为上次是那个暑假 我自己来吃的 我没有带他们来吃过嘛 然后另外这个地方 其实在走一个block 其实就到了 那个金座6那附近了嘛 或是银座四丁木交叉点 就小梨可以在这里大逛特逛 他要逛多久就逛多久 所以这是我的住宿首选 然后 新桥其实当然也不错啦 那可是我最最后 其实这个 这几间里面 那当然因为小梨的关系 我首选想住银座 那可是发生了一个插曲 因为我需要订两间嘛 那我就 我用两个账号 因为他需要 入住的时候 需要看身份证 那所以我就两个账号 一个用小梨的名字 一个用我的名字 那他加入会员 其实没有要求你输入太多 资讯 认证的 我就只不过输入我的英文 那个护照上的名字 那所以他实际入住的时候 除了出示 我刚刚说的那个 电子会员证之外 那你肯定还是要出 出示你的护照 然后这个英文名字 一模一样 他才会让你入住 这要本人哦 那所以我就分两间嘛 分两间订 一间用我的名字订 一间用小梨的名字订 那一起住宿的同伴 到不用现在就填 这个是现场 再出示就好 所以其实 这个比一般的订房 简单很多 那可是我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就两边看 我两边查 我就发现 营作都可以连住五晚 很赞 好 那总有个先后嘛 我就用我的账号 先订了五晚 哇哇 然后结果 在订外边 小梨这边 就没有办法订了 因为那个空房 已经被我们用掉了 它很明显就是 其实是其中的两天 星期五六 那有房间只剩一间 那另外三天还有 哇 这让我烦恼了一天左右 那我就 姑且先把另外三天的营作也定下来 那中间的两天要怎么办呢 我就只好先把新桥定下来 因为东西Stay新桥 反正也在前扫线 沿线 没有多远 假如真的很不幸要换房间 换旅馆 我就想 那我就自己一个人过去住好了 多采访一间旅馆也不错 这样 都已经想好最差的方案是这样 可是那个小姐跟我说 其实不用灰心 她说有时候这个房间会放出来 不管是有人看守了 因为 她这个界面 不是我在说真的很方便 就是你订房 然后你要取消 其实我觉得界面都做得很清楚 不会非常复杂 要全中文 那所以她说 你可以一直去重刷 看有没有人把房间放出来 结果还真的有人放出来 所以我就很开心的把新桥 我大概刷了一天左右吧 真的有人放出来 很幸运 那我就赶快把新桥取消 然后就另外就把银座也赶快定下去 就终于一家人都可以连住五晚 这样 好 那当然除了我们喜欢银座之外 我还去查了她的原价 那我就去查官网 那官网目前定用一模一样的条件 就是住15平米的这张房 不含早餐 那那个因为你可以加入这个冬极的 冬极State的网站会员 那价钱可以更便宜一点 那官网我看这个住五晚银座 需要是一万 对不起 是十万五千八百三十 这是一天大概要两万 就是我跟你说 每人每晚大概要上一万了 这是很正常的价钱 我最近一年看到都是这样 那我等于是用七万三定到 这样就是六九折 那冬极State新桥 还有竹地 我都有去查价 它价钱就没有银座这么贵 它这个每一间旅馆不太一样 那冬极State新桥是九万四千九百零六 那这样其实也有七七折 还不错 那所以我要跟你讲的是 当然我们家老婆 我很执着于住在银座 可是假如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 你其实住哪一间都也OK 因为其实冬极State 普遍离车站都还蛮近 我觉得交通都还不错 的话 我觉得你是不用过于担心 没有房间这件事 因为就算你订不到 我等一下可能会念几间 它比较高级的一些旅馆 你就算订不到那些旅馆 可是最保底 我相信你应该有冬极State可以住 而我觉得这已经不差了 就至少你可以大概接近八折的 的这个价钱可以订到冬极State 我觉得还不错 好 那这个网站 其实它也有针对日本人的方案 那你去找那个日文的网站 我会把它都放在Podcast最前面 那可是 目前对于台湾人的规则限制比较少 规则很宽 很简单 日本人的方案 我去研究了一下它的日文的网站 我就快晕死了 因为它的规则非常的复杂 它有好几种方案 而且它是有一点类似会原制的 然后每个月每个月的方案 然后你每个月至少要住两天 要连续几个月等等 然后它比较便宜的方案 还需要限制星期日到星期四 就是最热门的星期五六 是不准你住的 类似这样 所以因此 对台湾人 这就是台湾人 其实他就是没有限制你 入住的天数 然后是一次性的 也跟会原制无关 假如反应好 搞不好他们会希望以后朝会原制 可是至少不是现在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目前应该算是世行阶段 然后对这个台湾人 还算是比较宽松的一个入住基准 那我刚刚算的这个价钱 是含星期五六 对 一个一周里 这个TOKU STATE 房价最高的时候 就是星期五跟六 所以呢 通常是你要入住 房价越高 那当然越划算 那可是你假如是星期一二三四 你想住的是都是周间 那价钱可能就 原价没有这么高 那你打的折数就没有这么多了 这个大家自己斟酌 那我最后来讲一下 虽然你不一定定得到 那可是到底有哪一些好的旅馆 你是有机会定到的呢 好 比方说这个 星宿歌舞祭塔 顶楼有两间东极旗下的高级旅馆 它其中的一间Groove 就是这个星宿宾 宾乐雅环旅酒店 这间也有在list上 那可是很不幸的我进去看 因为我现在已经买了package了 所以我是可以看到空房的 我就看都没有空房啊 是第一秒出来就被定掉了吗 我不知道 还是他只是看得到吃不到 总之目前到二月底之前 完全是没有空房的 这个我看得到 客房房心它写了三个 高级加大双床房 高级特大双人房 或是高级双床房 哇 假如能用这个价钱住到 应该是Valsh 那我刚刚讲错的 因为蛮多旅馆 它都可以提早check in 延后退房 这是这个会员的优惠 像是你可以去横滨住一晚 就是窗外就有一个大摩天轮的 横滨湾东极大饭店 哇 这间我们也好久没有去住了 那这间也有在这里面 它可以两点就入住 然后十二点退房 那它凭着会员证 在餐厅酒吧都可以九折 叫客房服务还可以七五折 就是类似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它有哪样的优惠 而且它还可以在二楼的lunch 换一杯免费饮料 退换卷 这都是它会员的benefit 所以我觉得看起来 这个好像跟着可以考虑加入会员 假如像我这样 或是像各位 有些人可能就是整天往日本跑 搞不好你就算它以后推出会员制 其实你也是用得上 我觉得还不错 那再来 这个涉谷 大家知道东极的总部在涉谷 那有两个高级饭店 它也可以用 一个是 我也好久以前去住的 很怀念它的 涉谷卓越大饭店 它面对戴戴木公园那边的窗景 真的很难忘 真的非常漂亮 所以这间也可以 那这一间就 也是非常的热门 我来看看它有没有空房 有 它这个零星 大家想定的话赶快去 我看它在二月底还有很多时间 在二月十九 二月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六到二十九 全部都有空房 预定重塑 那我刚好像有一件事没有讲 它需要你这个买了之后 然后决定一个开始入住的启动日 然后在那个启动日之后的三十天 你要把它住完 好 可是我现在看 它提供房间 我感觉好像都只是提供到一个月内的 所以我不是很确定 比方说我假如现在启动日 我订二月二十二 可是三月一号以后的空房 好像都还没有出来 对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它目前好像都只能看到一个月内的 好 这个是冬极涉谷卓越大饭店 那它也有提早入住 它中午就可以入住了 天哪 十二点入住 然后延后退房十二点 一样又有饮品退换券 可惜我去的时候 这个没房 那另外一个 我看昨天我po出去的时候 也有读者说 他有住到这一间 就是我们疫情前有住过 东吉色谷县流卓越大饭店 那这间我们也一家人去住过 这个也非常的印象深刻 很有设计感的一个旅馆 那他的空房我来找一下 他也很受欢迎 他看不见空房 我猜可能是一出来马上就订光了 大概这种感觉吧 好 东京都内我想大概就这几间 然后还有这个 假如你是羽田机场进出的话 东吉羽田卓越 这个也有 羽田机场旅馆都不便宜了 上次介绍那个Villa Fountain 然后这个羽田卓越 其实都很贵 我看一碗都是一万以上 所以你可以用七千三住到爽 没问题 然后二子玉川也有一个卓越大饭店 那吉祥寺也有 这个给大家参考 好那当然其他的就像 东吉斯大实在太多了 银座竹地新桥 日本桥门前仲丁水稻桥 新树东区 新树 西新树 池袋 四谷 青山Premia 澀谷 澀谷新南口 暮黑幼天寺 五反田 莆田 高伦 完全不用担心没有房间 真的实在太多了 然后银座Solaria西铁 他也可以 西铁印日本桥 虽然不是东吉的 可是他们跟西铁 有策略合作 所以西铁的旅馆 也可以住得到 西铁印新树 所以你 当然西铁就是一个 比较平价的商务旅馆了 我觉得这个就 应该不一定划算 当然我没有再去查价了 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我这个只是念东京 东京就这么多了 那他是遍布 全日本都有 那大家其实 没有加入会员 好像也可以上那个网页去看 你自己可以看一看 有什么选择 那我特别提一下 那个北海道 不是 对不起 我讲错了 我想特别提一下 关西 大阪 因为日本环球影城 园前饭店 我上次去住的这间 就是离这个 环球影城门口 最近的这间 这间也是东极的 那这间 还有房间 我进去看 然后他也是餐厅九折 那可以提早两点入住 延后一点退房 还不错吧 然后我看他 真的还有空房 那就是 二月底 25到29 全部有空房 想订的人 赶快去订 你现在可以25到29 连住五天 谁需要连住五天 应该不用 好 那这个就 跟大家 讲一下 而且我看他 因为这间旅馆蛮大的 那他写的是 标准楼层市警房 这不是高楼层的 我上次住到高楼层 标准楼层 没有特别高 这样子 有的 他说还有空房 然后最多可以入住两人 没有追加收费 可是他没有写清楚 像是我的东急stay 就有写清楚 房间大小多少 那像这种情况 你可能就要再上官网看了 他网页 这一间旅馆没有做清楚 就是标准层的标准层楼层的cityview 那他到底是多大 是几张床 这个没有写 你要自己上官网去看清楚 好 我大概关于这个知己知己的方案都讲完了 然后那个我好像有一个还没有讲清楚 你会说是不是一定要联博五天 当然不用 当然不用 他非常的flexible 像是我刚刚不是有说 我先姑且把前两天后一天 总共三天的东急stay银座定下来 那中间两天我就再定别的旅馆 所以他其实是很方便的 然后你就随时把中间两天取消掉 再去定另外两天都非常简单 你只要在启动日 开始入住日那天的三十天内 把这五晚住完就好了 所以是非常的弹性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临时币孔医师的日本旅游情报展 疫情后的时代 孔医师回到旅游部落客临时币的身份 致力于推广安全安心的日本旅游 随时为您送上最新的日本旅游资讯 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喜欢的话 欢迎你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或是在Apple Podcast上面留下评价 也可以留言 五星评价好像每天都可以留哦 行有余力的话 欢迎您赞助临时币孔医师喝杯咖啡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临时币发的日本旅游资讯 欢迎你加入脸书上的日本自助旅游中读者粉丝专页 或是我也有LINE的官方账号 Telegram Instagram 这些连结都在Podcast的前面 我的电子名片里 可以在一个页面就看到我所有的发声管道 都欢迎您加入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好 好 好